7点22分早安气象时间 今天各地是多云道晴 这个周六日感受上也是蛮帅的 但是大家要小心 马蛙台风来势汹汹 目前来看到它的台风眼非常清晰 而且这是墙台会有的特性 它会呈现一个将近是非常圆的一个对称 可是可以看到它在台风眼墙外围 可以说是非常的强 因此不能掉以轻心 来看到它现在持续稳定的往西北西的方向前进 预计在下周二下周三的时候会开始北转 那么快一点的话 可能在下周一的时间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但是目前要发布路径的机会相对来说比较小 可是还是要看它到时候的路径而定 我们先来看看在这一个它的强度上面 现在持续在一个海洋热含量的地方持续前进当中 所以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它可能会来到巅峰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它越来越接近我们台湾的东南部海面 海洋热含量也会随之下降 因此预计它会稍微减弱 可能会减弱到中台的上限 但是这并不代表它不会为我们的天气带来影响 虽然说周末天气上还不会造成明显的影响 但是它的长浪就会先影响到基隆北海岸东半部 跟恒春半岛以及雷岛一带 所以会提醒您虽然说这个周末天气也很稳定 但是千万先不要前往海边活动 否则是会有危险的 另外从下周一开始随着外围环流的影响 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地区 会转为有雨的天气 可是在其他地区可能反而会受到成降效应的影响 感受是一个比较偏热的天气 会有一点南北搭不同的情形出现 那么另外我们也来看看 目前各国的模拟路径图是如何看 他们都持续认为会稳定的往西北西方向前进 但是就在靠近巴士海峡的地方出现非常凌乱的情形 尤其是欧洲认为它可能会北转之后 沿着我们的东部进海北上 但是美国认为它可能会比较早北转 那么起因当然除了太平洋高压之外 还有在华南地区的封面 可能低压槽也会影响到它的未来一个走向 我们会持续为大家来关注 另外带你来看今天各地的天气状况 北部地区高温在30到32度 中南部地区高温在30到33度 靠近山区的地方可能还会再更偏热一点 另外屏东恒川半岛地区 今天可能会有午后雷震雨 宜兰24到29度 东半部地区24到30度 降雨几率40到80 马祖还有金门澎湖地区 也是26到30度多云道晴 但是周末要留意的是 沿海地区可能会出现长浪 以上是这节的气象资讯 感谢观看